我口好渴 你去厨房帮我倒开水 在银行 在银行 我去拿水果 小芬 记得哦 还有水果 冰箱里面还有水果 她是谁 她是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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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芬 快点啦 口渴了 我去拿水果 吃过了 小芬 水果 记得 一个人照顾两老 一个行动不便 一个失智 照顾着心里焦脆的无奈感 失智症照顾着家属 组成的海马回剧团 演出全职照顾者篇 点出了高龄化社会 照顾长辈的不容易 也正因为如此让人沮丧的情况 可能在各个家庭发生 三峡台北大学社科院 发起USR计划 举办老大人音乐节 以实际行动关怀长辈们 我们这个大学的一个趋势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校园 能够跟社区的民众多互动多结合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 其实也引进了很多的社区的民众 社区的长者 进到大学教育园里面 那跟学生多互动 其实是彼此教学相长 然后呢 社区也有收获 学生也有收获 那学校这边也有收获 是创造一个 共赢的一个局面 陪伴长辈养老 这件事已是全民议题 每个家庭都有可能面临到 三峡台北大学长期推动老人服务计划 包括学老工作坊 轻盈共学 而老大人音乐节的活动设计 让学校附近的老人家和家人 都能享受两个小时的音乐和戏剧饗宴 得到放松 我觉得台北大学真的很用心 跟社区的结合 对隆文理 对我们三峡来讲 北大推进来讲是非常好 我希望能够继续办下去 社科院USR计划 落实大学社会责任 关怀长者 给予照顾者更多的支持力量 同时也给了社区 更多陪伴老大郎的活动 让他们开心乐活养老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导